国防部示范乐队及三军乐队主要任务为国家重要庆典及各大军礼勤务 每年固定于国家音乐厅演出 紧接着进场的是素由国军荣誉部队著称的三军仪队 三军仪队主要任务为国家重大庆典表演及军礼勤务 平时驻守于国民革命中列池 中正纪念堂 国库纪念馆 慈湖头辽担任守护先贤先烈的礼宾驻房任务 钢铁步履松势壮军乐仪队气轩昂 首先演奏的乐曲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中士李玉川所创作的数位先锋 搭配三军仪队亮丽的旗帜和壮盛的军容 排列出旗开取胜队形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一对弟兄秉持这般精神 团结合作 共同努力 完成各项重要任务 成绩前辈优良传统 更创造了一对光荣的历史 一对光荣的历史 一对弟兄利用整齐的步伐与精准的走位 呈现千变万化的队形 同时每位队员在一场精彩的操演 都必须熟记一千三百个以上的动作 也展现他们的超强记忆力 接下来将以这首乐曲 结合巧妙的时间差与走位 呈现出行云流水般的波浪队形 展现出气势非凡的壮盛军容 让各位嘉宾感受到视觉 与听觉上的双重响宴 今日的操演 是乐仪队成员日仪继业勤家训练的成果 纵使顶着烈日羔羊 顶着磅磅大雨 为的就是将完美的操演 呈现给各位嘉宾 一队弟兄将排列出三军一心 牢不可破的屏障队形 搭配着整齐转枪 呈现国军坚不可摧的金石战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均身高一百八十二公分 以表端正是国军仪队的基本条件 在经过严格集训 与自我要求后 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队员 三军双阵队形 三军双阵队形 一队弟兄凭着绝佳的默契 以巧妙的队形变换 形成数个方阵 象征全体国军 精神团结 所向披靡 一队弟兄所使用的枪 为M14半自动步枪 加上刺刀可重达六公斤 操作时 队员除了得适应枪支重量 更必须克服多重的心理障碍 才能够达到神态从容 人枪格一的境界 最后呈现的队形是 同心园队形 一队弟兄借由传递枪支的动作 呈现全国人民团结一心 努力不懈的奋斗精神 随着乐曲接近尾声 乐一队操演也即将到一段落 感谢各位嘉宾热情的掌声 祝福各位嘉宾 以及全国人民 幸福美满 安居乐业 为了呈现精彩的操演 乐一队队员将所流过的汗水 和泪水化为爱国热血 在每位成员心中 都坚持着那股永不放弃的信念 目的就是将今日的操演 完美呈现在各位嘉宾眼前 地下周到大学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